大家好,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王翔笑得感召 王翔是山东灵溪人 天性成孝 母亲早年去世 继母诸事心怀偏思 憎恶王翔 常在父亲面前啊,诬险他 王翔啊,由此时爱于父 被罚每天清扫牛虹 但他毫无怨色 态度更加恭敬 有一年继母生病想吃鲤鱼 现在天寒地冻 河面结冰 王翔不顾严寒 解下衣服握冰球礼 这句的意思就是 他躺在冰上面 等那个冰融化了 里面鲤鱼就可以跳出来了 苍天不负有心人 冰块突然裂开 跳出一双鲤鱼 一片孝心如愿以偿 后来父亲病故 现在是天下大乱 王翔带着继母和弟弟 王懒 必居 如江 隐居三十年 周骏征兆为官 王翔以亲老弟 幼为由 慈不应命 直到继母去世 才应徐州刺史 吕前所照担任 刺史佐史 后来身迁为太保 享年八十五岁 西下五子满人省庆 今天故事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